韩国古墓挖出26枚五珠钱 不顾中国的阻拦直接跑到了联合国深移 然后还把它列入了国宝级文物名单 再写入教科书 韩国人声称绝不能让中国人抢先了 谁知转眼我国就出土了12吨的五珠钱 直接让韩国人傻了眼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的文物为何会出现在韩国古墓之中呢 2018年韩国考古专家在庆山地区发现了一座古墓 里面出土了不少古代的文物 韩国的专家激动不已 经鉴定这是一座三韩时期的古鸭都国的墓葬遗址 距今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 对于韩国这个渴望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来说 这座古墓的出现将会轰动全国 结果也没有让人失望 在墓中一共出土了三把铜格 这三把铜格还用了26枚古钱币来装饰 韩国专家认定 这些钱币将会是国宝级的文物 肯定会震惊整个考古界 而韩国考古专家丝毫不敢耽误 在送去检测是什么钱币的同时 甚至还准备动身去身移 而韩国民众更是激动不已 纷纷大叫 让韩国专家动作快点 可别让中国抢了心 而经过鉴定 韩国人就不淡定 这些钱币已经有了一些年头了 甚至很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历史 直接把这些钱币列入了国宝级的名单 让教育局把这段历史写进教科书 韩国那边激动的不得了 甚至还在媒体上大肆报道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挖到了宝贝 而这件事被传到中国以后 中国专家彻底不淡定 这不就是五珠钱吗 随即就看着海昏侯墓中的两百多万枚五珠钱发了愁 这要是让韩国人看见了 还不得气死呀 201年 随着一个盗墓团伙的覆灭 揭开了一座地下藏宝库 金饼马蹄心不计其数 古人讲究 誓死如是生 海昏侯刘鹤 为了能够在死后 也享受着生前的荣华富贵 所以在墓葬中陪葬了大量的金银玉器等珍贵文物 而除了这些 他还在墓葬中设置了一个钱库 里面堆满了汉代五珠钱 海昏侯刘鹤大墓的钱库 位于北藏国的梁库和伊四库之间 面积大于七八平方米 但在这点地方 却出土了四百余万枚汉五珠 铜钱重量达到了十余吨 海昏侯墓中的钱库也成为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 汉代藏钱最多 马放最高 品种最全 保存最为原始的一座巨大钱库 而韩国的这座古墓 韩国考古人员 将整座墓葬翻了个底朝天 也只是出土了二十六枚钱币 原来这世界上 真的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从没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韩国光明正大的深移了我国五百多项的文化遗产 却还大言不惭的说 其他国家都在窃取他们韩国的文化 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这不韩国又开始整活了 韩国考古挖出了二十六枚钱币 不顾中国的阻拦 直接跑到了联合国深移 没想到却被中国啪啪打裂 这不就是五珠钱吗 中国随便发掘一座墓葬 直接出土一个钱库 整整两百万枚五珠钱 韩国人彻底傻眼了 谁知韩国专家还是不死心 称这是从他们国家的古墓中出土的 那就是他们的文物 说不定中国的五珠钱 就是从韩国流通出土 这话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难道他们都不学历史的吗 在韩国的三韩时期 他们已经是中国的附属国了 出现汉代的五珠钱 根本就不是什么怪事 毕竟要是他们讨得了汉代皇帝的欢心 赏赐几枚钱币 那还不是小意思 毕竟这种钱币在汉代到处都是 也没有人像韩国人这么宝贝 果然是越缺什么 越炫耀什么 韩国人发掘出来的这座墓葬 墓主人也是三韩时期的一位将领 能让他在墓中陪葬的那必然是精品 这不得不说我们那老祖宗了 竟然把钱币做得那么漂亮 事实就摆在眼前 韩国竟然还不承认 甚至竟然还想拿着五珠钱去身移 韩国干这种偷窃文化的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说绘画使用的丹青 韩国竟然成功身移了 还有五国古建筑经常使用的损帽结构 也被韩国人以大木匠建筑艺术的名义 成功身移 韩国经常以擦边球的方式 对标五国文化并身移 可以说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偷懒 像这样的例子也是数不生数 四川自贡的彩灯 2002年在自贡年的帮助下 韩国曾办了几届彩灯节 好家伙 这就让他们以为是他们的文化了 想着法子去身移 结果韩国改个名字 就身移成功了 让大家最气愤的就是端午节 韩国人连屈原姓什么都不知道 就身移端午节 还表示屈原是韩国人 他们站着端午这个名头 抢先一步成功身移 尝到甜头的韩国 在这条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也恰恰是历史文化 欠缺的表现 毕竟曾经的韩国 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 韩国历史不能给韩国人文化自信 所以他们就在另一个方面 找回这种自信 不过这五珠钱 你们一个国家能有多少 还没有海昏侯刘鹤 陪葬的五珠钱多呢 不管他们怎么巧食如黄 这五珠钱也只能是中国的 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 通过剽窃他国的文化遗产 是实现不了的 中国的文化自信 除了底蕴深远的华夏文明以外 还和中国人的学习 包容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与其抢人家的 不如正视自己的历史 这样才能获得国际尊重